由陆涵、陈伟平、宋倩和王嘉尔担任热血召集人的热血街舞团已经播放两期了 看完之后你会怎么想 热血街舞团依靠这个真的很难语这就是街舞抗衡 可以说热血街舞团已经输了 两期之后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几位队长进行奔跑吧 却很少看到纯正的街舞的东西 特别是宋倩一句话更是说出了热血街舞团最大的短板 到现在为止我没有看到个人特别突出的那种人 大家也都知道是什么原因了吧 因为牛人都到这就是街舞哪里去了 看看那边的牛人 黄景行、石头、杨文浩、韩宇、袋鼠 这就是街舞才是真正的街舞牛人聚集地 再加上就是节目赛制问题 昨晚四个召集人陆涵、陈伟平、王嘉尔和宋倩进入热血之城选人 结果是什么 最后时候有的选手根本就没有表演就无奈被淘汰 不能不说是一个最大的失败 当然节目中街舞表演就更少了 70分钟的节目能有20分钟就不错了 再加上这些人都是跳一些已经准备好的舞蹈 缺少即兴表演 为了能够和这就是街舞抗衡 热血街舞团可以说也是用尽了心思 请来其他明星加盟 像Angeli Bobby、邓超等 热血街舞团也只能这样了 只能依靠明星来吸引流量 而召集人呢 只能是大呼小叫 哦 哇 还剩下什么 这几位导师缺少专业性的点评 还有就是热血街舞团剧本性太重了 像那个杨凯之前跳得像个路人 但是在和别人battle的时候跳得却很炸 再加上和他battle的那个人和他在成名之前有过对决 很明星的剧本 所以综上所述热血街舞团真的败局已定 再加上那一条 我可以让uh 这个人好 我先过去